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年已迈入第十八届 经过彰化县文化局同仁的努力经营 打响黄西美展的名号 已是全国著名的美术竞赛 黄西是彰化雅称 使用这个名称举办美展 具有在地特色 放眼国际的思维 十八年来 黄西美展从地方美展 蜕变为全国征建 每一个转变都呼应着传统精神与新时代思潮 开创黄西美展的新领域 这十八年来 对彰化县来说 其实意义非常的深远 因为彰化县是目前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县 彰化县在1723年建县 再过五年 彰化县就建县三百年了 这建县三百年背后的意义当然就是说 它拥有三百年来丰富的人文的历史背景 而这样丰富的人文历史背景 展现在文化的部分 就是传统工艺 戏曲 美术 甚至是文学的部分 那这也是黄西美展 在90年创办时候的这些宗旨 那我们希望能够将彰化县丰富的文化底蕴 透过美展的这个方式 能够让它呈现给全国的观众们知道 现场的与会贵宾朋友们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年的得奖者 彰化县第十八届黄西美展首展正式登场 并在彰化县丽美术馆展出 颁奖典礼首度比照金马奖的模式 让所有得奖者备受尊荣 更让本届的颁奖典礼更加盛大 呈现角色 新美学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丽领我们第十八届黄西美展的颁奖典礼 那我们今天呢 这样的一个典礼跟以往不一样 以往是在室内 那我们移出到室外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规模格局 我们这个颁奖啊 可以说不输这个金马奖 我们知道黄西美展的颁奖典礼是我们文化艺术界最重要的一个盛世 所以我们从室内啊 办到室外 象征着我们的艺文界啊 我们各上一层哦 也是我们张望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的一个用心 本届黄西美展共分为六大类别 分别为立体工艺类 数位艺术类 书法转科类 油画水彩类 水墨胶材类 与影像摄影类 接着跟着镜头来一探得奖者创作背后的心路历程吧 我在书写的过程当中 我会适当的将某些文字拆解 然后让它跟其他可能是隔壁或是下面的文字 某些笔画是碰撞在一起 那造成了它的变毒的困难度 也就是说我降低了文字的辨识度 然后再增强了它的抽象性 为了迎接七年创作时代的来临 从第七届开始新增的数位艺术类 也让黄西美展增添不一样的艺术体会 希望可以透过影像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说 听障人是需要被关怀的 然后因为数位艺术也是最近新兴的美财 然后我透过表演跟数位美财结合的跨领域的一个方式 来表达我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黄西美展不但高手云集 更是台湾艺术界的先锋 拥有满满的创作潜力 这便是黄西美展能一届比一届 越办越盛大的扎实实力 明年第19年20年当然我们的希望是黄西美展要永远远远地继续办下去 就跟彰化县一样拥有300多年的这个历史 我们透过文学透过文化透过美术工艺 甚至未来透过数位艺术 让所有的人们知道全国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就在彰化县 从在地的展览拓展至今 已经成为全国最具规模的艺术竞赛之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加入不同的比赛项目 黄西美展在未来规模将越来越大 成为艺术创作者一个交流切磋及欣赏的殿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